金牛何岁,辛丑迎春 大年初一聪明伶俐的金牛寶寶增鲜降临 用寥量的第一次提喊向牛年报导 新诞生的金牛寶寶为家庭带来喜悦 亦为牛年春节增添了喜气 今日上,记者在市人民医院产科见到 医生和护士正抱着刚刚出生的金牛寶寶出来 这个新年出生的寶寶是人民医院第一个诞生的牛寶寶 宝福产于大年初一家9点30分 重6.9斤,肥肥白白,十分可爱 刚刚晋升爸爸的陈兆峰抱着儿子 面上羊日住,幸福的笑容 早上转身转来 挺开心的,能够接到第一个牛寶寶 然后最重要的是宝宝胜利的出生 跑出来的话,妈妈大人都没什么特殊挺好的 宝宝反应也挺好的 截至今天下午4点,市人民医院同事付入保健院 总共有6名金牛寶寶诞生军系南寶寶 新春佳节,仍来新生寶寶的父母当然开心 但在这个时候,也不要忘记坚守纲位工作的医务工作者 为了春节期间医疗保障服务 我市各大医院提前做好节假日的应对措施 实行24小时值班服务 加强预检分诊 急诊、门诊和病房正常接诊 广大医护人员坚守工作纲位 守护广大群众健康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特别是一个产科的医务工作人员 我们想着每一年 生孩子都是不分季节,不分日子的 每一天都有可能有宝宝出生 这个坚守 我们就想着如果能够生一个顺利 产一个宝宝出来 保证他们母子安全 可以给一个家庭 甚至是多个家庭 都会带来幸福、带来快乐 有这份信念 我们觉得我们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今天上班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能够看到每个宝宝健康出生 那我们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作为一个医务员员 还保护广大群众人民的生命安全 还有各方面的 是我们作为医务员的一个职责 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有益 本台记者容悦莉 廖保证报道